《产后复出》只推出了一部戏 就是《辣妈正传》 但是之前他曾告诉我们 他今年还要拍两部电视剧 其中一部就是《甄嬛传》的导演 郑小龙的新戏《蜜月传》 可如今已经接近年底了 《蜜月传》想要原计划开拍 看来是不可能了 肯定有变 因为小龙导演现在在拍《红高亮》 所以小龙导演有跟我讲 让我留着明年下半年的期 等他的《蜜月传》 《蜜月传》延期拍摄情有可原 但另外一部孙丽接下的现代戏 也是迟迟没有开工 原因有报道称 是因为孙丽又怀孕了 那关于孙丽再度怀孕的消息 我们之前曾经向她当面求证过 当时孙丽是马上转移了话题 不过最近在上海的一场活动当中 又看到了她 这一回她穿着高跟鞋和小短裙出来 莫非怀宝娃这一世是子虚乌有的吗 没想到孙丽给出了这样的反应 还是不回应依然是个悬案 不过媒体猜测孙丽再度怀孕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这两个礼拜 孙丽原计划在上海出席四个商业活动 但是她只现身两次 是有意减少工作量 而且之前媒体拍到 邓超和孙丽夫妇去和导演陈家上吃饭时 邓超和陈家上是离开包厢 特意到外面来抽烟 被猜测是保护怀孕的孙丽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来问问陈家上 这个事情应该问他们自己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